回到晚上了啊 这这过去的一两个星期当中呢 从那个城门大家的各位粉丝朋友的厚爱啊 啊 各位同胞亲们的厚爱 是增长的挺快的啊 我们从这个从无到有 从有到慢慢的成长起来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 各位的支持与台 非常谢谢大家啊 非常谢谢 那个 接下来我们就再说说今天这个主题吧啊 反正我说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比较直白 但是说的一些道理还是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今天就想说的话 这个投胎啊 婚姻和移民啊 这么三个关系啊 也是想到哪 说到哪 投胎呢 是个技术活啊 这个投胎投胎很重要 出生人的出生很重要 出生的话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不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选择就会升到这个世界上啊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出生呢 希望我们每个人的都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出生吧 但是这个东西父母是不能选择的啊 父母是不能选择的 但是最起码呢 不要太怎么说呢 不是说祈求怎么在身 在打父之家呀 什么就是帝王将下这 最起码就是起点不要太低啊 起点不要太低 最起码就是 就是中的中产人家 就是基本普通人家就可以了 如果是出生的地方 如果说出生的话太不好 说句实话啊 也确实奋斗起来的话 人生来说的就这么一场 奋斗起来确实难事 确实累 确实累 又甚至有的时候 几乎没有翻盘的希望 你说你要是出生 你要直接出生到非洲啊 有些非常全世界最落后的那些国家去怎么办 有一个普利策新闻讲的 不是有一个小孩刚刚出生 好像出生的时间也不是太久 一个婴儿嘛啥 可能几个月的嘛 还是一两岁的 饿得不成样子嘛 对不对 在那儿饿着旁边一个几个秃 就在那儿等着小孩死去是吧 就是幼儿死去 哎呀这个 这个就得了奖嘛 这个就是怎么说来 就是太极端了啊 就是有些地区你是太 怎么说呢 就是他确实是苦难连生存做成问题 如果说万一生存投胎在那个地方 说怎么办 是不是啊 那你就没有办法想着什么生活好 能生存下去就不错了 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是吧 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比较极端了啊 比较极端了 多数人还是 我觉得我们还怎么说命中还是好 真的吗 基本上能生活在 比如说 比如说 投胎的没有在发达国家 也能过得去的国家 比如在中国 我说中国的话 反正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也见过一些非常穷的 中国也是风的地方非常穷的 但基本上生存了 好像吃饭基本上还是解决了啊 吃饭就解决了 但是有些地方东西部相差也很大 我也是中国的南北东西南北都走过 知道富的地方和穷的地方的区别 穷的地方也会让人绝望 是吧 有些地方他就说有些地方的那个家里头 穷的地方像那个出土 考古现场一样 没有任何都是破碗 破罐的 没有任何值钱的交据 但是你说都是农村 还能东部的农村 我去江浙 富的那些农村 江浙那些农村 那富的那比西部的 不知道富多少倍 我觉得比西部的城市里的人 所以这就看投胎了啊 不能选择不能选择出生的话 我们最起码要找一个怎么说 就是你拿一张牌吧 咱们人生就像拿牌 你拿一张牌吧 你这个牌你不能 咱不说牌多好啊 这么双王 双王四个二 四个二的嘛 最起码你也不要全都是一些电话号码 对吧 基本上这个牌的还是要 有点大牌 有点小牌 有点中牌是吧 这就不好不坏 接下来再说这个婚姻嘛 婚姻是 哎呀 婚姻是人头 第二次投胎呀 婚姻 但是如果你要是之前投胎 确实出生不是特别好 接下来后天出生 不是特别的好 就得好好努力的 真的得好好努力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 认识到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这个啥 但是好多人认识不到 这有时候富 富的人家玩吧 那穷人家也是玩 也是死去贪玩 也是不懂事 这种人非常多 就像我上次说的 我们的以前初中的老师经常就说着 说你看你们不好好学习 跟我们这有些 我现在是从郊区过来的 就说你们不好学习 对不对 你们到哪里去 那也是不对这个院子的孩子 他们不好学习 将来人家还在工作里能安置他 对不对 那你们出来将来不好好学习 谁来安置你们 那那些人呢 就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 那啥 也是反正呢 也是自己不是 不是那么很懂事吧 也不一定光是学习 有的时候你通过比如工作 通过做生意啥 但是你必要基本的教育 你得受保 是吧 基本的教育得受一下 然后这个婚姻 婚姻看到没有那么好 婚姻呢 我们不是说多么功利啊 就说怎么样的婚姻就是好啊 怎么样的婚姻不好 对吧 但是最起码 你就在这个婚姻里 让你觉得比较舒服的话 是吧 要是太牵强 要是条件太差的 让你都非常不舒服的那种 无论你和他相处 或各方面的条件 都非常都不好的话 可能也不好吧 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选择的 都是能希望能好一点呗 都希望好一点 要就是最起码这个人呢 跟你是能性格合适 能处到一起啊 当然也有的人说 我开始相处的一起 可能能处到一起 到最后怎么是经常吵架 最后就离婚了 这样事也有 可能缺点没有充分暴露吧 可能之前暴露的伪装 当然都是自己的双方的优点吧 对吧 优点 然后最后缺点暴露了 再加上承受能力又不强 把离婚说的放在嘴边 有可能就一拍两散了 啊 这种都是 我们同学当中 我们这四五十岁的人 我们同学当中离婚的也很多了啊 但是基本上这个离婚 对人操心的 就是怎么对人损耗很大 基本上 尽可能啊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离婚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离婚 是吧 尤其你这个 因为有很多人 除非你自己真的很发达了 你呢 对不对 两个人各自都可以撑起片天 你可能自己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好多人 还得会互相扶助着生活的 你离什么婚 离了婚以后 只能比这个 现在有的过得更差 啊 过得更差 两个人是等于是一人 服一个人 是变成一个一瓶一纳 才是人 是吧 嗯 但是有的时候 婚姻倒是要是鸡犬不宁 比如说双方对方 或者自己 或者对方有那个什么 严重的一些毛病啊 赌博呀 酗酒啊 赌博 尤其是赌博是最厉害的 赌博 赌博的话 家里是鸡犬不宁 真的是家里是没办法啊 赌博是最最大的害啊 酗酒 酗酒我们是见到的 很多亲戚朋友中间的酗酒 也挺多的 尤其在有些地方 喝酒成性的地方 也是酗酒很多的 但是喝了酒呢 好多人有些家庭能忍 有些家庭 有些家庭不能忍 家庭也就能忍吧 你要喝酒呢 实在不行 喝个酒简单 你要喝酒 我们打扰我们休息 你到其他地方喝酒去 是吧 反正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婚姻呢 继续希望最可能 婚姻是一个感慨 希望人能够在婚姻当中 得到休息 不求多么甜甜蜜蜜 最起码人心情的宁静啊 能宁静 而且这个婚姻的话 怎么说呢 不能说是基础太差吧 基础要是太差的话 说句话 你出身的话 条件也差 也是穷穷 穷哈哈的 然后出来以后 受教育也不足 自己又不懂事 搞什么东西 机会多少 结果呢 也穷人的话 也没有多少选择 比如说婚姻里 有些人连老婆都娶不上 也娶不上老婆 好不容易找个老婆 条件也不好 这样的话 你说有什么前景呢 对不对 这个东西真的是个婚姻的话 有些人呢 现在为什么 有些人就想着 哎呀 嫁入豪门 啊 或者说是什么 啊 能有一个把自己 往前来抽的时候 但是这个东西是要看命的 也许我们不能说 这个说是嫁入豪门 嫁入豪门 人家这个愿望 你就说 我们好像有些人 在评判上的 啊 有些人说是啊 什么什么 还想吃什么 什么肉 是吧 无所谓 他想这样想 他有那个本事 他就去嫁去吧 有那个本事 你就嫁 你有那个本事 你能驾驭得住 你就弄去吧 对不对 能弄上去弄吧 你能对自己的出身 能好一点 就弄吧 只要是正义的 是吧 就是正式的 婚姻那啥 对不对 你呢 你人家喜欢你 那就是 是你那个福气啊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 有些人出身不好 但是家庭出身 有的时候 你出身的很好 出身的不错 家庭不错 那很好 那恭喜你了 那是你出 发展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条件 你知道吧 就一辈子发展的 一个很好的条件 这个东西可遇而不可求 啊 但是条件太差了 的确会阻碍人的 发展啊 确实是很大 极大的 你像一个西部的家庭 比如说农村的山区的孩子的话 家庭那时候孩子有多 你说你想要 你想上进 你想去学习 你想去继续 你说我想考大学 考研究生 家庭的条件能允许你吗 对不对 尤其是比如说有些女孩的话 可能是年龄大 就是尤其那保守的私人 你赶紧去工作去 你他还念啥的 女孩子家家的念什么呢 都没完美了 说 你想念书 你就不让你念 啊 就觉得这差不多的念 他初中 初高中 初中 有教育 受完了就完了 所以这种家庭的话 啊 没有办法 你只好跑到 这位 跑到城里 去打个工啊 啥 家夫妻 白日哀呀 是吧 对吧 你要是你过得不好 因为你的选择机会也不多 你们俩都发展着 总之为就是说 这个人啊 真的是分阶层的 你倒一定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本身你发展 你找的老婆啊 找的 或者找的老公啊 情况也不太好 你们家那发展起来 也是很不容易的啊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 每个人的起点 如果在好的家庭里 那就好好珍惜 初生才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欺负 父母 比如说 在你结婚的时候 或者你到外地的时候 能给你给一套房子 这是一种情分吧 啊 但是这个不是义务 因为父母把你养大了 这个就是 养大养育你是他的义务 他不养育你 他就是 他生了你 不养育你 那他就是啥 这叫仪器罪是吧 这叫仪器罪 仪器分为就是 就是长辈对这个小 你幼小的小孩的 还有对 你比如说 你成年了 对呢 有 你有赡养奴女 但是你不赡养你的老人 失去功劳 动能于老人 这也是一切罪 对一老一小来说的 对吧 所以这个 他呢 只要把你养大了 那个 你父母把你养大了 那就是属于是啥子 就是尽到了责任 但是他 有些父母 但是给你给不给房子 给不给钱 那是有些人 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那你是怎么说的 中彩票 或者说你是有福气了 你要好好珍惜 但不是说他必须要给你给房子 或者什么 给给给给钱啊啥的 有些人想给 想给他也没有 他给你给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出生啊 婚姻啊 这个都是大事啊 不是大事 出生不能选择 婚姻可能还是有多多少少选择的余地吧 但是出婚姻的也是非常重要 婚姻就是第二次投胎啊 婚姻你弄不好 婚姻要是搞不好 或者没有婚姻 没有婚姻也不行吧 除了有极少数的人 怎么想得开的好 绝大多数人还是俗人嘛 还有生儿育女的嘛 对不对 还是要有一个组建一个家庭嘛 互相这个搀扶着 互相这个依偎着 互相这样才能生活 是吧 所以绝大数人还是要有个婚姻 还有个婚姻 婚姻呢 如果好的话 可能你比如说你找到老婆 特别的温柔贤惠啊 这些 尤其女的特别注重 一个女的其实长相相貌 真的不重要 最难 主要是女的要一个啥 一个善良 一个聪明 善良 这个善良 人品要正 人品要正 其次呢 就是我觉得 说白了就是一个是人品正善良 再一个就是啥 人要 人要比较温柔 人要温柔 脾气要好一点 善良温柔啊 长相之上没丑合 慢慢你看了 温柔 再一个是啥 女的就相对来喜气一点 爱笑 笑点滴 然后温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就是讲的一般的人 不是说你一个条件特别好 我要找什么名门啥的 那就不在我讨论范围 所以一般人呢 比较忘夫的媳妇的话 就这么几点特点啊 一个是善良 人品正 再一个温柔 温柔就是让你任何时候 你心情能平静 哎 你就是 就是 再一个就是爱笑 哎 就是让人不要 你哪怕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你老是哭丧着个脸对人家 啊 那就好像谁欠了你一样 你不能美人 这样也不好 还不如一个长得 也不是多漂亮 还是先对来说 比较温柔的 可爱的一个 比较温暖的 这么怎么说呢 就是 呃 这么一个婆娘 啊 对西北来说 就像这个婆娘 或者叫婆姨吧 啊 就是温柔善良 爱笑的什么婆姨 这样的人忘夫啊 这样的人忘夫 啊 他自己生活的也好 你自己舒服 也比较舒服 对不对 我说的比较朴实的 不是说什么高富美 什么白富美的 土肥员也行啊 土肥员的话 最起码他人品好 对不对 土肥员谁说土肥员就不好 土肥员就是比那个高富美 就是可能没有人外形好吧 但是土肥员人家有的 人家有温柔善良 爱笑 我觉得这也就挺好的 每个人都有这些闪光点 但是这个婚姻呢 就是说 万一要是找的不好 找的不合适了 天天吵架 鸡犬不鸣 哎呀 那个还真的还不如离了去 天天的过的日子 都要么就冷战 要么就不幸婚姻 要么就天天吵架 互相冷愁热焚 或者就是天天赶仗 或者就是哎呀 假在于就婆媳关系 乱七八糟 让人反正星辰俱疲的话 那如果他年轻能够足够能选择 还是要重新要选择一下 还是重新选择 因为有的时候你二十几岁 有的时候未病的遇着合适的 三十岁 如果说真的是严重到这种程度 一旦结婚的话 就多少珍惜 但是珍惜在一个过程当中 你发现你天天过的日子的质量过成了 怎么说呢 非常糟糟糟糕的让人就是在痛苦当中 这样的话也不行吧 如果能选择的话 还是要及时要纠错吧 纠错吧 是不是 纠错 应该要想想 有的时候是对方的原因 还是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原因 如果是自己的原因 那你就不要 那你就调整自己 因为你自己的原因 你找个另外的一个人 你还是过不好 还是过不好 那是你自己的原因 如果是对方的 你遇到这样的 那有可能你换一个 可能你就会给你来转机 有一个好的 就以男人为例 一个男人找一个好的女人 这个男人 咱们不说都飞黄腾达 也不说 但是最起码呢 能够就是说 能够和和美美 平平静静 快快乐乐的吧 日子过得挺不错的 这个就 但是一个男的 一个找到一个不合适的 一个地方 要是找个男缠的女的 找到个真的是 就是不省油的 不登的话 这个男的基本上就是 completely finished 就废了 就废了 同样女的也一样 女的你说 你找个老公 爱你 珍惜你呢 你也好 而且也人比较正 比较过日子的人 那你可能慢慢的 虽然日子过得 就开始清贫 未必多好 但是慢慢的 两个人心疼 一块属 有一块屎的话 迟早会好的 但是你要是遇上一个 怎么说的 女怕架挫囊 对不对 男破入仓 你要架挫一个男的 那个 就纯粹就是个 怎么说 不务正业的 或者是 有些心术不振的那种 那还是趁早 还是换了 还是趁早 还是趁早 还是换了 否则 你可能最后 你的人生 只能以悲剧收场 只能以悲剧收场 所以说 刚才大家说的 一个就是一个出生 出生 无法选择 投胎是个技术 无法选择 婚姻呢 是婚姻大事 也要慎重 婚姻大事 这个婚姻 无异于第二次投胎吧 这一般人 就遇到这两次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有些人呢 遇到人生想不到 还有一个人 就是能够改变 你就是移民 移民 就是移居移民 这种 移居移民 但是对不是所有人 都去想到的一点 有些人他能悟到 有些人悟不到 有些人可能想到 偶尔临时听过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必选项 一般来说 你像出生啊 婚姻 这都是必选 都是必选项吧 对吧 你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出生 你这个家庭 是确定的吧 然后绝大多数 你都要结婚 但是不是说 所有人都要移民的 移民可能能解决问题 也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他可能 会给你整个生活环境 换一个大的环境 但是这个 换一个大的环境 你适应不适应 难说了 但是很多人 不是说你适应不适应 这是后话 好多人就是 压根他就不考虑 这个移民 他就基本上不考虑 好多人 听起来觉得 跟自己很遥远 是吧 听起来很遥远 还有些人呢 受到一定的教育啊 也有一定的中产 也有一定的积累的 倒是移民也是 也是他们 想做的话 也可以做 但是好多人 下不了这个决心 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说网友 有个网友 说是 说那些人 那是不是猪的思维啊 有个网友 就说个话 我们有多少 在评论的时候 都特别注意 不要把随便说的这张话 谁是个猪 不要说你打算 你说评论是评论 不要攻击人家 不要骂人 这是个基本的素质 对吧 有些人 我跟你说 有些人 你可能你有胆量 或者我可能也有胆量 或者是我可能也有见识 我到哪里 我去美国 欧洲 日本 我去出国 但是当数人 可能一辈子 没这种机会 你不能说 这些人都是 是不是猪的思维啊 那就不能说了 有些人没那个条件嘛 对不对 我们亲友当中 绝大多数的人 都没有这个条件 一辈子没出过国 那就是都成猪的思维了嘛 对不对 而且就算 人家能出国 有这个条件 人家也不一定想出气嘛 不一定也想出气 对不对 这也是人家的选择嘛 所以就是说 怎么说呢 不要所有的 每个人 人个有志 不可强求 不要以自己的价值观 去评判别人 哪怕你就是 你偶尔你评判 内心评判 你不要动动你口出脏字啊 把谁是个叫个猪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你看我们做节目啊 或者来说的 虽然说的都是实实在的事 但是我们不 不能有一几点 就不能歧视 不能攻击 什么啊 这基本上是不能 你不是地狱上 族群上 什么 这种东西 可能会 有些地方会设计 但这个你 心里你会不会想 我管不了你 但是你不能这样 直接这样说出来啊 这样就不合适了 对吧 反正呢 很多人 在回到我们这儿 就很多人 对这个移民的话 有些人 就是能真正的把移民 移民以无意 所以第三次投胎 第三次投胎 移民就是第三次投胎 你能不能 也许你在这个国内 这个环境里 有些人真的是难说 有些人在国内的 这个环境里 他可能如鱼得水 那他适应 快过了海 还开辟 那挺好 但有些人 可能在国内 这个环境 他也不适合 所以你想 多少艺人 哪有一样 一模一样 有些人可能 在这个国内 这个环境 不开心 也不得知 他也不 第一不得知 第二不开心 第三他本来就好奇 他的心理上 他心理上 是个外国人 也有这样的可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 那有个调窃的话 真的你要是想 那你就出国 换个环境 对吧 换个环境 有的时候人就说 人挪死 人挪活 树挪死 你挪开了 说病还好了 你像凤姐的话 在国内 可能也没有多少前景 当然在美国的话 他说美国移民去了 也没有多少大的前景 但最后美国的话 生活质量应该比他在国内 还是会要高一些 因为毕竟发达不强 再加上在美国那边 就各个人和自己 没有那么多人去评判他 对不对 你说你就算 你凤姐 你想找个高富帅 这个有什么 这个是很正常的吗 这有什么能取笑的吗 对不对 你就是好多人 你说好多人的男人 都想找个特别的美女 他找个大美女 找个隐心那样的 对不对 都可以吗 你想就想 为什么要评判什么 奈哈巴想吃天鹏 尤其是在国内 亚洲社会老是评判的 其他人的时候 但是美国他们 好像不care 就是个人或自己 这点可能还是 也有他的一个好处吧 反正呢 这个移民呢 是第三次投胎 但是第三次投胎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可能多数人啊 因为他们还是 多数人 就是他们可能 也不会太想 也就是也喜欢 比较安逸的人生 也就不想落出 不想试 还有些人呢 也有这个条件 但是呢 但是也是不敢试 或者没有真的就是 或者发发牢骚而已 但是真正去做的很少 所以就是造成 最后这尝试 第三次投胎移民的人 啊 数人是说的人多 议论的人 关心的人 但是真正做的人 还是少 你移民 回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实际上也是一张白纸 啊 他呢 也有好的方面 还有些人说 把国内说的好像哪 方面都不行 那国外好像说的 哪里就跟天堂 这是错的 国内有国内的问题 国外有国外的问题 对不对 国内有国内的好 国外有国外的好 这个东西就看你图啥来 啊 这个东西看图 看自己的价值观的 如果你觉得你图的东西 国外能给你更多的别语图 那你就往国外 更有利于你的 对不对 你就往国外 如果你觉得国外的那些东西 虽然呢 国外能给你给些这些 但是国内呢 但是国外又没有哪些 那些 你这么你喜欢权衡横凉 你说两项底效相差不大 那你就 那你不愿意动就不愿意动 啊 反正这个东西 没有说谁就要强迫你要怎么样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脑子长 脑子自己的 对不对 足以自己的 脑子长在自己头上 啊 足以自己的 反正我给大家来说的话 这个 这个投胎啊 反正这个出身非常的重要 你说出身一个人的出身的好坏呢 对一个人的影响啊 后天的影响都非常大 啊 甚至在长大了 都跟成年过去的早年的影子都有了 出身的基础 他如果说太过于薄落 那也很难有翻盘的资本 很难以说我改变命 你虽然打拼 但是打拼不是说那么 每个人打拼都能成功的 很多人打了拼了 你说他试过努力 他努力了 跟试过还是没有成功 很多人说是吃得苦 都不够方为人上的 吃苦和人上人成功 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这个因果链 没有建立起来呀 对不对 你说我吃得苦 那你或者那个民工啊 那些什么 重庆的棒棒 最能吃过 一千几百斤的动作 但问题是他们都通过这个棒棒 当棒棒 当这个民工都致富了吗 能致富的有几个 天分之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出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婚姻也是 婚姻你要有的人呢 你比如说他出生还是不错 后来发展也很好 但是呢 婚姻遇人不输 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不仅自己没有对自己生活啊 事业上有个正面作用 结果就被这个婚姻毁掉的人 大有人在 我一个同学就是 我一个同学前不久的 去年去 走了一个同学 就是遇的 反正就没遇到合适的人啊 可能遇到另外的 合适的 相对合适的人 当然自己也有毛病 但是这个东西 它就重组嘛 有可能两个都不合适的人 你遇到一起 可能还合适 对不对 但是你一个合适的人 遇到不合适的人 可能就组不到一起 今天 这个东西反正就是 就是婚姻的 就是你在婚姻的感觉 就是怎么说 你觉得舒服 安逸 在里头 在各方面 这就可能就好了 不求多什么 亲亲往我 多什么 幸福甜蜜的 对其他 让人一个感慨 这就不错了 安心的感慨 但是有的时候 你想得感慨 还不得 对不对 不得 所以这个婚姻 也是第二次一个投胎 如果婚姻搞不好的话 一个人有可能 诚挚也会 毁之也会 好多人你看 以前 就是住过古今 住外的话 古今中外 有很多的名人 也可能也不止一段婚姻 也可能第一次婚姻 可能不是特别的 结果第二次婚姻 也有 然后走上一个 可能走上一个 这个上升争夺 也有 所以也不是说 第一段婚姻 什么原配就最好吗 或者 这都很难说的 也有可能第二次婚姻 可能你找的 你早年的 像我们那个祖辈 很多过去都是 都是娃娃亲啊 那以前 就是为祖辈 好像 祖辈上他们之间 在早期的时候 受了一件教育 都不太满意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屈从 有些人可能就 重新选择了 这个不可能 同一而论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移民的 移民的话 它是被选项 不是个B选项 比较去这个出身和 婚姻的话 有些人可能把它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现实的选项 但是有些人可能 基本上不考虑它 基本上就选择了 以后这个移民 这等于一幅画 给你放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 就跟国内完全不一样 你能不能画好 因人而异 这跟你选择的国家 适不适合你 选择的环境 生活都有关系 有些人你看 都是美国 或者说都是欧洲 这都是日本 很多有些人可能 人家说 但美国过的 可能未必多好 可能人家去一个 一个比较欠发展的国家 人家发展的很好 事业做的很好 比如斐济啊 或者去南美巴西 人家过得很好 这说明它是适合它 也是非常不错的 也是非常 所以这个东西 不可 不可就是一概而论 说大国家就一定好 但通常条件下 一般你都是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富裕国家义 是吧 不是吧 发展中国家 但不是说 发展中国家 欠发展国家 就一定没有机会 是吧 所以我们不用 抬这个干 这个东西真的是 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而且他能去哪 就不像有关系 你美国再好 他去不了 那不是说 那还是不现实 他没有那个条件去 那可能他去不去美国 他去个 比如说他去个 马来西亚泰国 他发展的也挺好的 他愿意去 那就让他去了 那也可以了 这个东西 或者哪里要不去 人家就在国内 也在哪里 也过得 只要自己平平安安 过得一身 也是人家 是吗 所以每种的选择吧 别人的选择 我们不要太关注 不要太关注 我们就是人生的感悟 给大家分享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过好自己的生活 做好自己 就行了 别人的 别人的东西 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不关心 因为他们自己会关心 我们就是今天 跟每个 跟大家一起 跟讨论 交流 就是交流 中间就是 也是一个娱乐 交流 交朋友这么多目的 好了 今天我们也不说的 说的又说的太多了 各位观众 再见